美国国务院5月初更新自己官网关于台湾地区关系的论述 移除了不支持台独,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等的内容 事件随即引起中方强烈的反弹 事隔不足一个月,美国国务院近日又再度修改有关的论述 不支持台独,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期盼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等等的表述 而美国国务院最新版本上也指出,美国对台做法数十年来都是维持一致,跨越力任政府 针对台湾地区问题,美国在文字表述上招令直戴,这些行动难免惹人揣测 不过正如之前本人在评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所谓中国政策演说的时候所说 对于美国一方的文字游戏,大家作为一般的中国香港人 其实听听就可以了,因为认真连输了 事实上美国从来不是一个手信用,不是一个纵承诺 更加不是一个讲口齿的国家 美国的外交立场永远只是考虑自身利益 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承诺都可以随时背弃和撕毁 从该国不足一个月里多度修改和台湾地区关系的论论 大家就可以知道任何白纸黑字声明的立场对美国来说都是废话 外界根本不可能值此了解到美国真实的想法 当然美国今次肯将不支持台独,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其怕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等等的表述 重新放上网站,始终都算是聊性于无的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政客 已经重新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近日有两个新鲜热烈的例子足以充分地说明 美国政客其实仍然是死心不惜 希望在台湾地区问题上的搞风搞雨 第一,近日美国和台湾地区 启动所谓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 加强两个经济体的贸易和科技联结 大家应该记得了 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出访亚洲的时候 宣布启动被称为亚太版北约的印太经济框架 虽然初步没有把台湾地区纳入里面 但是有媒体引述分析指出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讨论的议题比印太经济框架更具体 重要性软大于协助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也代表美国决定将推动台美双边关系 放入印太区域战略重点 直以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第二个例子 美国参议员达克旭斯 近日访问了台湾地区 达克旭斯跟台湾地区的所谓行政院 将苏丁昌交谈的时候提到 此行还带上美国国民警卫队 国家伙伴计划的负责人 更加表明有关计划将与台湾地区一起建立全面防御 从上述两个新鲜热烈的例子可以看到 美国政府和政客仍然是执意想利用台湾地区 去牵制中国整体的发展 他们根本不想两岸有真正的和平 对美国来说 只要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 中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分心应对 对美国这种麻烦制造者来说 永远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特区政府日前中央政策组首席负问 邵善波近日就赞问 指出美国实际上是希望两岸永远不要统一 台湾永远留在不同不独不武的三不状态 也就是台湾事实上的独立 邵善波俗称 美国采取这种战略的真正理由 主要还是出于政治考量的 维持台湾地区在中国势力范围以外 是美国维系和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盟友关系的基本要求 用美国人的说法 失去台湾地区 就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承诺和威信造成不能承受的打击 如果美国不能阻止中国大陆改变台湾地区的现状 就没有人会再相信美国这把保护傘 由此而造成的地缘政治变化 一时间难以想象 简单总结一下 阻止两岸统一 基本上已经是美国的基本国策 美国政客有任何表态都好 其实都不再重要 因为最重要是美国实际上会做些什么 我们要弄清楚美国的图谋 大家就不会轻易被美国和他的代理人牵着鼻子走 字幕终定了 文章 文章 phones 文章 饮 文章